今天我要教你们做夏日必喝的三款气泡饮 第一杯百香果气泡饮 加入两片柠檬和三颗青橘 糖浆20克倒压出汁 这样金橘柠檬才不会苦涩哦 再加入夏天必不可少的冰块 加入七酸三甜的百香果风味气泡水 这杯替你们尝过了 添加了青醋成分 可以缓解疲劳 酸爽的气泡水 喝了一整天都元气满满压 酸酸甜甜再搭配两颗花梅 快去试试 第二杯荔枝爆凝气泡饮 四颗荔枝果肉和两片香水柠檬 一起爆锤出汁 还是要满上冰块 这样喝起来才爽 再加上半杯青橘味水溶 另外半杯加上三酸七甜的荔枝味气泡水 这样就是一杯很厉害的气泡饮了 你们想象一下吃麻辣烤鱼 搭配这样一杯清甜爽口的气泡水有多爽 第三杯就更厉害了 菠萝桃桃气泡饮 黄桃果肉倒压出汁 再满上我最爱的小冰块 两颗小清明挤压出汁 最后再满上五酸五甜的菠萝味气泡水 酸甜适中的菠萝果香 真滴吼吼喝呀 这个夏天谁能抗拒一杯低糖低卡林汁的气泡水呢 三款酸甜解渴的气泡饮 我都干了拜拜啦 今天我要教你们做三杯超级适合夏天的水果牛乳茶 接下来先教你们做麻辣部分 锅里加入30克木薯淀粉 30克白砂糖和250毫升牛奶 开小火慢慢搅拌均匀 这里记得一定要不断的搅拌哦 不然很容易就烧焦了 到这里就已经成型可以关火啦 第一杯淘气麻辣小丸子 加入我刚煮好的芋圆 想吃多少就来多少 再加入麻辣 这个放在牛乳茶里超级好喝 接下来用我新入的牛乳茶 一次性入了三个口味 开一包淘淘乌龙茶味的牛乳茶 倒进增送的摇摇杯里 再加入温水冲泡 摇晃均匀就可以啦 都是懒人操作 不用看也能学会 嘟嘟杯里满上冰块 夏天当然要多来点 再倒入牛乳茶 粉粉嫩嫩的桃子味我真的好喜欢 打包一下带去上班 打工人的下午茶这不就有了吗 第二杯雪顶羊汁甘露 羊汁甘露的好伴侣 当然少不了西米 再冲泡一杯羊汁甘露牛乳茶 配料表替你们看过了 不添加这糖 奶精和色素 纯纯衣整个爱住啦 加入温水再摇晃均匀 羊汁甘露奶昔就完成啦 加点冰块喝起来更爽哦 最后再满上牛乳茶 哇哦哇哦 这丝滑的感觉跟奶茶店不相上下了 在最后再挤上奶油顶 这不就get到奶茶店同款了吗 我不说 就应该没人知道是我做的吧 哈哈哈哈 第三杯玉圆葡萄牛乳茶 我真的好想告诉你 这杯比葡萄爷爷还要好喝 我超爱吃的玉圆打底 再泡一杯多肉葡萄牛乳茶 这一杯的热量相当于一个苹果 放心喝 坐这一杯下来完全不用葬手 应该没有懒宝宝不爱吧 还是加温水再摇晃均匀就完成啦 加冰块加冰块 再加入多肉葡萄牛乳茶 满着满着 加至八分满就可以啦 剩下的再加些葡萄果汁 搅和搅汗 你就会得到一杯超级浓郁的玉圆葡萄牛乳茶 酸酸甜甜的口感 还有一丝丝牛乳的醇厚 好喝没负担的牛乳茶 你学费了没 李子的季节 不能错过的四款李子饮品 教你做 第一杯春李子柠檬茶 三个李子用小刀把它划几下 这样春的时候就能省力啦 加一小勺白糖去除苦涩味就开始春 春二十下再加入两片香水柠檬和一产品冰块 继续春春春 糖浆加入二十克 茉莉花茶汤两百毫升 五十毫升纯净水 没有冰块的夏天是不完整的呀 雪克均匀完成 哇哦哇哦酸酸甜甜的 我超喜欢 口可烦闷来上一杯吧 第二杯多肉桃李 喜茶新出的鲜果饮品 食物啊就能喝到的快乐啊 说什么也要把它复刻出来 准备一个榨汁机 加入三颗去皮去核的李子果肉 一个水蜜桃果肉 和三百克的冰块 糖浆加入四十克和一百五十毫升的绿原茶汤 就可以开炸了 你们看看我这还原度是不是还可以 装到杯子里相似度也有百分之九十了 酸甜脆爽 夏天还得是冰沙 懒得动手的宝子快趁着新品上市 食物啊就能体验两种鲜果的快乐 着实不亏 第三杯李子酱绵绵冰 先教你们熬李子酱 去皮的李子果肉三百克 加入一百五十克白糖和一百克纯净水 熬煮二十分钟就得到香香糯糯的李子酱了 小布丁都吃过吧 再拿出家里都有的刨丝神器 刷刷刷出絮絮 过程还是很解压低 想吃多少刷多少 我当然要吃一整杯了 再放上自己爱吃的奶茶小料 重点当然是这个李子酱了 酸酸甜甜中和了小布丁绵绵冰 这个真的超厉害啊啊啊啊 好吃 第四杯香利李子气泡饮 杯子里加入荔枝果肉 糖浆少许碾压出汁 灵魂李子酱 灵魂李子酱 夏天怎么能少得了冰块呢 最后气泡水满上就完成了 能吃到果肉的气泡饮 这个夏天一定不要错过呀 今天就分享到这拜拜了 今天我要教你们做四款黄皮饮品 第一杯老盐黄皮柠檬水 黄皮果80克 记住不要去皮喝 因为黄皮的香气都在皮上 广东的小姐妹们应该知道 黄皮捣烂后 加入两片黄柠檬和一勺冰 继续锤打 加点盐巴 降降火 糖浆35克 纯净水加入250毫升 古冰至500毫升处 雪克均匀 最后倒入出品杯 这样一杯咸香的老盐黄皮柠檬水 就完成了 夏天清爽化油腻 一定要试试 第二杯盐金黄皮柠檬茶 80克黄皮果碾压出汁 黄皮果提前用盐水浸泡冲洗就可以了 所以不要去皮哦 加入两片香水柠檬和一勺冰 水打出香味 老盐巴来28粒 糖浆35克 茉莉花茶汤250毫升 补冰至500毫升处 雪克均匀就完成了 这杯酸甜清爽 生津解渴 打工人最最最最最最爱的下午茶系列 一定要试试 第三杯甜汁黄皮 黄皮重度爱好者就不要错过这杯了 半斤黄皮果肉和250毫升茉莉花茶 榨出来的果汁 这真的是很纯正的黄皮果汁了 我比较喜欢甜一点 所以果糖加了100克 是半斤果肉的量哦 最后倒进出品杯完成 这杯含超丰富的维C哦 第四杯黄皮气泡饮 黄皮果去盒 但不要去皮哦 加入一点点盐巴和30克糖浆碾压出汁 黄皮果的皮含丰富的营养物质 所以不要浪费哦 冰块根据自己的喜好来 再满上乌糖气泡水 滋滋烂烂 这种夏天的快乐谁懂 最后香水柠檬点缀 就完成了 黄皮的季节就要来了 快叫你的秘书安排上 黄皮的季节就要来